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原的茶 好喝吗 别废话 我来这里救了两个目的 一是奉命前来抓拿知识了 二是带走子妇为婚的阿玉雅 原来阿玉雅与何一玄的婚约 在小时候就定下来了 这也是何一玄痛恨刀骂的原因之一 可老莫当初撕毁了他们的婚约 只因为当初一玄家开始逐渐衰败 进而老莫毁掉婚约 唉 这也是人之常行 但是现在中原人已经答应给一玄家族最大的支持 我会吞并其他家族 我有能力去走阿玉雅的 你真以为裴侍郎会如你们所愿吗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天色见黑 刀马也想来来到一个破旧的驿站 这是方圆史里唯一能避风生火的地方 小西往驿站里喊了两句 刀马似乎感觉到这里面有杀戏 挥手是一小戏 到自己身后 只见驿站的门缓缓打开 里面是一个披着白色封衣的男子和几个大汉 阿玉雅认识出他们都是五大家族的人 可是你们为什么都在这里呢 和一玄首先打破这凝重戏份 阿玉雅 大家来这都是祝福我们的 因为今天是我来迎娶你的日子 说着话的功夫 披着风衣的男子端着一个木盒子 独自走上前来 盒子里会是什么呢 首饰 西域古物 所有人都不敢心举妄动 风衣男子双手将木盒放在地上 滑滑打开 将里面的东西倒了出来 我们的婚事 你阿塔已经同意了 这盒子里的东西 咕噜咕噜的滚到刀马的面前 风沙将包裹食物的布水盖 里面的东西让刀马触目清新 此时墨家城内 不管风沙碎得有多大 老墨的无头师 人屹立不到 阿玉亚竟死状直接扑溃在地 他不敢相信 见阿塔最后的一面 会是这样的方式 老墨浪他跟着刀马出行 是早就算到这一步的 这少年时的阿玉亚吸在马背上 与徒步的老墨行走在回家的荒漠上 老墨的脚因为长时间的徒步变得血漏模糊 因为他们正在走毁婚的流程 阿塔我实在做不下去了 现在已经没有外人在看了 都是自己人 你至少也得穿上鞋子吧 回家的路还要走两天 不 规矩就是规矩 这老墨要是穿了鞋子 他两只婚就毁不成了 阿玉亚看着老墨这样子 眼泪忍不住的往外面涌 老墨哪能看到宝贝女儿哭呢 他就把所看到的一切都说了出来 之所以不惜一切代价毁婚 是因为老墨心眼看到 何一玄的阿塔被何一玄新手捏死 为了自己的野心能干出这种事 我怎么可能要你嫁给那个畜生 阿塔这点苦难受得住 你可是我唯一的女儿 老墨心心摸着女儿的脸 回想起阿塔的笑容再也不可能出现 阿玉亚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 悲痛似乎感染了风沙 在荒漠中回荡不息 对了 你们当中谁是知识狼 唉算了 无所谓是哪一个了 侍卫长把阿玉亚带过来 剩下的人全部杀了 史诗的何一玄眼里透露着 当年是否的凶神恶杀 而面前被斗力遮住 猙獰表现的人是刀马 刀马一个劲步向前 坏的只能用刹那意识来形容 因为侍卫长的手臂 肩膀脚踝 都是同时被刀马斩断 随后的侍卫长身上 不断出现新的伤口 撑撑撑 侍卫长的眼里 充满了惊恐的神色 刀马的愤怒发泄在他身上 用碎尸万段来形容 也毫不为过 刀马的眼睛 似乎在说你害怕了吗 随机对他的眼睛横歇一刀 不偏不倚 但是似乎还不足以 平定刀马的愤怒 杀人还要诛心 两把刀死死地插在他的胸前 呼呼作响的风沙 还在不停地吹向众人的耳边 也迷惑了刀马眼前的视野 刀马毫无表情 拎着刀袋子 慢慢地挖何一璇走去 一 三 六 刀袋子里发出响响声 似乎是贪婪的引血剑 迫不及待地想冲出笼 一共六个 来 下一个 作为家族长的何一璇 并没有被这些给吓住 反而开吓了嘲讽技能 还真有两下子的吗 不过为了一点闲材 你是什么都能干 真是莫组长的一条狗啊 学习一条上架权 还敢这么猖狂 不要在这里惹人发笑了 何一璇继续哄道 你可不要小看何一家族 他面前受了仙刀挖挂的侍卫招 就像死去的巨人一般 抬起仅有的一只左手 朝着刀马砸下去 身上的伤口因为大幅度的动作 导致心血喷有而出 刀马还是面无表情 将刀袋大力一挥 这侍卫长的手掌近在眼前 刀马还能心细看到他手上的老茧 随着侍卫长的吼叫声 和砸倒在地的剧烈响动声 一时间尘土飞扬 刀马的斗力随风飘起 巨像过后寂寂无声 阿玉亚也被这声音吓得回过了神 所有人都瞪大了双眼 等到尘埃落定时 侍卫长的头颅被刀马的斧子 劈开了两半 上下饿的牙齿 被这力量打了个粉碎 刀马的脸上被喷满了鲜血 现在他更像一个熟练的屠夫 在他眼型的人 就像平时打猎回来的动物一般 手洗刀落 拿下头颅 丢给何一璇 勾了勾手指 淡淡地说 来 你来当下一个 对了 现在平台上有一个新功能 就是手机档 可以长按点赞按钮 实现一键三连 喜欢这个视频的观众老爷 可以这样做的哟 我是黄爷的左马小说家 我们下个视频见吧 拜拜